其实保护不大的区域可以关注的下去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房价 8月份的公寓的同比和环比 这个我做的总结 大家先看一下我做的这个价格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房价 这个是公寓的 8月份的公寓的价格 然后呢我从高到低进行排列 大家可以看一下你自己关心的 我售出的平均价格 它这里面算是一个平均价格 因为你光看这个价格 其实没有太大意义 因为没有一个参丰物 所以来说呢 应该我们会看到同比和环比 同比的价格 这个年呢我们分成了这个表达 2024年的销售价格 2023年的销售价格 然后呢他们之间商场多少 然后按照版本比 它的上涨和下跌 就是同比2024年比2023年的8月份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这个我就不用多解释 后面给大家提醒一个总结就行了 其实房价不大的区域可以关注一下 就是属于这样之外 我现在发现地板是什么 一个区域一个新闻 我一样统统拉上去 然后这一个记录 或者这一个月 上笔就拉上去了 找出去上去 现在还没有找到地方 其实可以关注一下 这是公寓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别墅 我们还是从上到下来建开的 特别的意思 这块你们关注一下 真的可以关注一下 然后那个地方还 它靠底 5,000个元包 地板的总数 马上已经在这边开箱了 估计两年之前完顾 5,000元都全部搬到这个地方 我不是买到那儿了 我现在持管理是这三四个月 用租金上去 像我们一时一听的这个房子 已经涨到8万去了 然后呢 还有一个项目叫 Erave价格还比较低 那是已经可以到100万一个米 也能拿到 但是它的单位就是 量非常少 只有100万 他们签 两年之前交往 那个项目 进入一张 你可以看那个 同样的赛 就是我们看那个creep view 然后跌过来 可以看他的发 这个项目可以关注一下 所以我们 最近两天会跟他们 缘起千万筒之后 Eventory什么都搬过来 你从根上面去考虑 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它是把这块地 是留给GCC的这些人的 但现在逐步的放出来 一些free gold的地理 在国内涨上了 但支援也不特别好 你们应该去看了 基本上它是 永属的社区 价格呢 堪比这个 国际城的GBC 但社区整体的 环境也就 原理这些要好 所以这个区 你们可以关注